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4月3日 今天是星期一 來到星期一的晚上 繼續和大家探討時事 我是大家的節目主持 我是Johnny Fox 我們這一節要和大家揭露 這個就是中共 和俄羅斯的軟冷 其實兩個 邪惡國家 其實不愛乎 都是有嚴重的死亡 我們這一節也會引述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 還有他的中國政策顧問余茂春 余茂春所說 我們認為 是 蓬佩奧 和余茂春 都清楚地明白 以及知道 中國大陸 的死穴 位於甚麼位置 我們這段時間 首先第一 在國際上 看到 中國大陸和俄羅斯的情況 在另一方面 我們也看到 我們香港人 有很多非常之惡劣的情況 不論 不論是離開了香港 的香港人 還是留在香港 的香港人也好 我們全部不約而同 不約而同地 面對著 對方 的認知作戰 滲透作戰 雖然對方 的作戰能力 比起以前 是大幅下降 但是也不要忘記 對方還是一個 巨大的國家機器 就算 他的經濟 正在陷入崩潰也好 他 還有大量的 資源 還有 他的資源 一定是會第一優先 拿來用在維穩的事情 所以 我們現在 即使知道 中國大陸經濟崩潰 在國際上 跟俄羅斯一樣 受盡包圍 但是 距離 你逼近 倒台的時間 還有中間的過程 其實還有一段 很艱難的過程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詳細分析 分析之前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堅持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請大家繼續 運用免費方法支持我們本台 我們本台 也是相信 盡量是應該均富的 其實原理很簡單 只不過是基於 一個原則 公平 你不是共產黨 你不是追求絕對公平 而是你追求的 是相對 的公平 即是說 有能力的人 去幫助一下 比較沒有能力的人 很多人 就會借機借題發揮 問你為甚麼不去捐身家 不該你這些問題 留回去問一些藍絲 我們也不是社福機構 雖然 我們想會做地區工作 地區工作 不代表 是社福機構要去派福利 而且 你做甚麼地區工作 是組織的決定 是對那件事有幫助就做 不是你說 你要幫 我走過來 然後你叫人給錢 這樣叫做 社福機構 或者叫做地區工作 香港 一而再 再而三 有大量的人 是明知 把這些問題 混合 他們是刻意把命題 偷換概念 我們一直在做的就是 香港人的事務 我們也說得很清楚 我們做香港人的事務 包括幾個方面 第一 香港人要組織起來 組織起來 是要預備 有需要的時候 對抗中共 這個就叫做 幫香港做事 如果你說 純粹有人移民來 我幫他 給他一些資訊 你這樣叫做幫香港的話 不好意思 雖然我們 一定不反對做這些事 但是 我們不會本末倒置 如果你覺得這樣 就叫做做完了 而 不做這些事 做組織的工作 這樣叫做 不是幫香港人的話 如果你這樣說的話 不好意思 我們跟你 不是同路人 你在做的事 跟一般 社福機構 紅十字會 其實說的沒有分別 香港人 最需要你幫的 不是在幫這些事 是不是呀 全部人 知道了一些移民資訊 那又怎樣呢 你什麼時候光復香港 現在有很多人 他們是明知道的 他們明知道 根本做這件事 就跟光復一點關係都沒有 但是他們刻意 是很強調做這件事 就不做其他的事情 這個 絕對 是刻意迴避困難 這件事 能不能夠成功做下去 我們真的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 是應該要有人要做 另一件事 中共和俄羅斯都很害怕的事情 他們很害怕的 就是群眾的反抗 所以其實 中共和俄羅斯 為什麼 絕對不會在 俄羅斯比較複雜一點 我們稍後再說俄羅斯 為什麼中共絕對不敢給你 民主選舉和投票 其實原因很簡單 就是逢是民主選舉投票的地方 都會 變相 等於揭露 政權的不堪 本身的民主制度 就是要負責監察著政府 對政府嚴厲批評 這件事對於獨裁者來說 是絕對不能接受 所以 為什麼 中國大陸對香港忍無可忍 對香港有一群人 說要爭取民主要真普選 他們忍無可忍 就是因為 實際上 獨裁者絕對不能夠給權力 人民 如果 權力 歸還給民主 歸還給人民的話 他就等於 徹底崩盤 既然是這樣說 那是否 中共和俄羅斯 很害怕民主派 又不是 民主派 缺乏了一個 能夠根本性動搖他們的能力 尤其是 在香港最簡單 香港就是因為 有一個虛假的選舉 所以回頭說俄羅斯 俄羅斯 好像會被你投票 但是俄羅斯的方法跟中共 不相同 俄羅斯的方法 就是會在勞金斯克 頓涅斯克 他會用俄羅斯士兵 站在你家門口 賀槍實彈 替你投票 這些絕對不是選舉的義工 這些 絕對又不是助選團 這些 確確實實 擺在眼前 用暴力威嚇你投票 你投票的意向 更加不用說 這個就是我們一而再再而三再說 投票不是萬能的 不要說 有投票 就做完這件事 不存在的 尤其是 雖然我們很贊成香港應該要有議會 但是 選舉方法和制度 我們是非常之小心 因為籌委會裏面也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我們也 非常之 趙忌一個說法 就是說投票 投源 就等於一定是代表了 反映的現實 這個說法 也不正確 最根本原因 就是因為 香港現在 有大量的人 其實是在中共手上 如果我們 強行去接受一個 如果中共在背後發功 以及操作 還有動用武力 去威嚇的情況之下 進行的一場選舉 投票 而你又 胡亂幫他宣傳 說這個是真普選 這個 是陷入了一個很大的危險 這個變成了幫中共製造一個假的普選出來 這個我非常之小心 所以我們一路本台 本台兩位主持都絕對不會用這個說法 我們覺得普選的字眼 太危險 所以搞清楚 我們對這件事 的字眼 宣傳 各方面都有保留 但是原則上 但我們原則上很贊成這件事 更加重要的議題 是如何 令這件事能夠跟其他的力量去聯結 形成對這兩個 獨裁者 的壓力 俄羅斯就是一個好例子 單靠 俄羅斯的民主派和反對派 對普京政權 不能夠構成威脅 其實 如果不是有整個 西方世界 在俄烏戰爭 裡面 是用力量 是用力量 是用武力 如果不是是武力 支援烏克蘭 對抗俄羅斯 你單靠 純粹的民主信念 是沒有辦法打贏那場戰爭 對抗 俄羅斯 絕對 不是靠 公投 所以要很小心 中國大陸 也是有相似的情況 中國大陸和俄羅斯的死穴 始終 在他自己內部的人民上 假如 內部的人民 對他們作出反抗 他們是最害怕的 但是 在內部的反抗 他們就會用盡各種方法 來 暴力鎮壓 所以 單靠 純粹 人民 對自由的渴求 又或者 甚至乎透過投票 是不足以 不足以跟他們對抗 其實是兩樣東西 必須要互相結合 至於 如何結合 誰先 誰後 沒有人能夠說得很清楚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一件事 就是 如果你單靠 完完全全 的和平手段 你絕對 是不敵他的 你看看台灣 你看看烏克蘭 你就知道了 再看白紙革命 你舉張白紙 感動不了太多人 雖然的信息能夠傳遞 你感動了那些人 就會跟香港的情況一樣 就算100萬人上街 到最後 你也是要面對水炮車 都要面對催淚彈 甚至乎要面對解放軍 所以余茂春所說 中國大陸最害怕 第一 怕自己的老百姓 即是人民 站起來反抗 第二 他最害怕的 是西方 西方在說的 就是人權 以及普世價值 他唯一能夠用來對付西方的 就是不停宣傳 西方的種族主義 西方的帝國霸權 這些 由始至終 都不是現在 西方在說的事情 我們也從眾多的渠道 搜集一些訊息 我們也發現 中共 正在 開始針對 海外的領頭人 不是只是在說香港人 包括 那些西方 政治人物 他們也是發起 大量的攻勢 對他們進行圍攻 我們真是可以預計 接下來中國大陸 到最後 他會再大量動員 這些力量 嘗試進行滲透工作 繼續在海外搞破壞 因為現在的主戰場 暫時不是在香港 你也很難 想像和可以自圓其說 香港有那麼大的建制力量 到處搞滲透 會不會真是 一張機票 就能夠制止了 所有的共匪和五毛 還有藍絲 真的一個也不會在其他地方出現呢 你計算一下就知道了 只不過 是一張飛機票的左隔 他們很多人 走過來 還是用特區護照入境的 對 他們在搞維穩工作 以及滲透 有甚麼困難呢 接下來主要 都有兩種 可以保護的方向 第一 是回到最原始的根本 但是這種方法有很多大問題 包括 你在公開的場合 繼續 隱藏著自己的身份 去參與活動 這種方式 能夠有效地 制止一些低程度的滲透 但是面對更高程度的滲透 例如戴耀廷 有人 有政黨 的人帶著 義工放在身邊 這種滲透 你沒有可能 透過 戴口罩 用TG 就會沒事 其實 這種方式 對於 出名的人 根本一點作用都沒有 例如戴耀廷 所以 其實更加有效的方法 我們認為 是應該有 高度的組織 即是一個緊密的團隊 你互相知道對方 的所有 的詳細情形 這個才是最佳的辦法 去制止對方 那麼容易進行滲透工作 反而你隨隨便便 容許一個人 你又不知道他的真名 又不知道他的身份 又跟你說 他跟你做同一件事 這樣 反而更加危險 所以 其實我們有兩個大方向 公眾的活動 繼續沿用 以往的保護身份方式 但是組織的工作和活動 是要反轉 是應該 是高度的緊密組織 這個是最有效 防範間諜 我們這一節和大家暫時說到這裡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座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那麼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亦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 也有些比較大的家庭房 我們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按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居住也覺得挺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多裏面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他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 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本來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以後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 拜拜 拜拜